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当下 佛法界讲叫当下 实际上就是过去的苦乐已经过去了 所以过去的我们不能把它放在心上 台长告诉大家 一个人对别人过去的恨 就像一个电脑的病毒一样 一个anti-value 藏在你的心里 今天我嫉妒别人 又是一个病毒放在了你的心里 今天我恨这个恨那个 我嫉妒这个 而且我很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 你的心充满着病毒 你终有一天会死机的 所以把心完全的抛开 把过去不好的事情全部忘记 你才能拥有明天 装进你更善良 更慈悲的心啊 所以过去的苦乐已经过去 未来的苦乐我们还没有到来 所以把握住今天 不要瞻前顾后 不要去恨别人 不要去报复别人 因为恨只能报复 只会加重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因为恨别人 别人痛苦 你自己也会痛苦 台长告诉大家 如果你今天不小心掉了一百块钱 你好像掉在什么地方 你会不会花两百块钱的车费 再去寻找他吗 这个简单比较傻傻的问题 台长告诉你们 但是现在的人就会这么做 为什么 被人家骂一句 都花了无数的时间去难过 为了一件事情发火之后 结果损人不利己 弃出了病来 伤害自己 这不就是花两百块钱 去寻找一百块钱吗 明知失去了一段感情 这是不可能挽回的 却一直在心里难过着 伤心着 回忆着 这么不停地伤害着自己 这难道不叫执着吗 希望大家永远要明理 永远要知道 这个世界过去就叫过去 因为过去的不可得 未来的还没有得到 把握好你的当下 那你才是尊重你的人生啊 佛陀从来不勉强别人 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 我们的伟大的释迦牟尼佛 他只是告诉众生 何者是善 何者是恶而已 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恶的 善恶要自我选择 今天我们在人间 做了很多恶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 有很多人 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 伤害了别人 伤害了自己 到今天还不肯承认 自己做错了这个原因 这就是伤害自己的根 所以生命还是要靠众生 自己掌握 我们告诉大家 如果是一匹驴子 它吃再好的草 也不能成为一匹骏马 因为我们执着和分别心 在控制着自己去修行 所以就算你再精进 你也不会成佛的 你也不会成佛的